重回大草原寻找昔日的恋人 上落的燕群吵嚷着欢叫着 用翅膀扑隆隆的拍见着浪花 芦苇被挤得哗啦啦的乱响 二十来年 伯乐根小河依旧如故 当白银宝丽阁踏上伯乐根陡峭的河岸时 映入眼帘的正是他阔别已久的大草原 这趟回来 他是陪同畜牧厅规划处的几位专家 进行畜牧业问题调查的 白银宝丽阁的父亲 愿他忘了故乡变得适快了 可那段真正叫他离开草原的苦痛往事 父亲又怎会知晓呢 白银宝丽阁骑着公社借他的骏马 远远看见左侧山岗上有个牧羊人正歪在草地上晒太阳 他朝牧羊人池去 牧羊人看到白银宝丽阁骑着的黑马 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好漂亮的黑马 白银宝丽阁说 这马跑得真不赖 牧羊人说 那道人去年还在赛马会上跑了第一呢 他叫 甘嘎拉哈 甘嘎拉哈 白银宝丽阁一听到这个名字 眼前如炸雷般哄响 双眼眩晕 甘嘎拉哈 甘嘎拉哈 这不正是他白银宝丽阁自己从小养到大 与他朝夕相伴的黑骏马吗 可如今 看着眼前这匹精壮的骏马 白银宝丽阁竟然认不出了 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 当白银宝丽阁从回忆中恍过神来 那个被他藏在心里十四年的女人 再次跳了出来 曾经的恋人 索米亚 还好吗 白银宝丽阁试着询问牧羊人 知道不知道索米亚和奶奶的蒙古包在哪 可是听完答案的瞬间 白银宝丽阁彻底震住了 牧羊人 牧羊人说索米亚的奶奶早已过世 而索米亚也已远嫁他乡 望着天边即将沉没的残阳 白银宝丽阁白银宝丽阁只觉得周身发冷 他到底错过了什么 奶奶把他从小抚养成人 而他却在羽翼丰满时气他远去 心底涌起的千百般悲伤 堵得白银宝丽阁说不出话 他翻身上马 黑骏马刚嘎拉哈 突然扬起蹄子朝着一个方向猛冲了出去 白银宝丽阁定睛一看 那不正是牧羊人指给他看的索米亚远嫁的地方吗 看到刚嘎拉哈的选择 白银宝丽阁的心也激动地飞起来 不论如何 他都要找回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他要找回索米亚 遇见索米亚 遇见刚嘎拉哈 思绪就像草原上的星空 越来越缥缈 很多年前 白银宝丽阁的母亲去世了 父亲没时间管他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便把他送到了奶奶家里 奶奶一看见调皮的白银宝丽阁啊 喜爱得不得了 抱过来就在他额上亲了一下 小白银宝丽阁 哪会老老实实地让奶奶亲呢 他使劲挣出奶奶油腻的怀抱后 慢慢蹭到身边一个文静的小姑娘旁边 小姑娘望望白银宝丽阁 白银宝丽阁也望望他 小姑娘笑了 白银宝丽阁也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 白银宝丽阁打听到 索米亚 你是叫白银宝丽阁吗 她的嗓音甜甜的 糯糯的 嗯 白银宝丽阁点点头 就这样 白银宝丽阁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子 她学会了十分捉牛读 也学会了 轰杆春季里的带羔羊 她和索米亚同岁 都是羊年生的 他们俩一块干活 也一块在小学里 念猛文和算术 索米亚叫白银宝丽阁巴帕 白银宝丽阁则叫索米亚 沙纳 草原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十三岁那年 白银宝丽阁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应该像所有草原上的男子汉一样 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 他渴望骑着自己的马 驰骋在苍茫的草原上 他把心思说给索米亚听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马呢 索米亚安慰白银宝丽阁说 别急 会有的 奶奶说过两年你就有马了 两年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呢 白银宝丽阁已经等不及了 他愤愤地朝索米亚喊道 可是这两年里怎么办 不过好运气很快就降临了 就在清明前几天的一个夜里 草原上刮起了一场天昏地暗的风雪 奶奶颤抖着楼锦白银宝丽阁和索米亚 听着屋外呼啸的风雪 嘴里不安地念叨着 依着往常 这场风雪会把马群吹散 小马军估计无一生还 可没想到第二天清晨 当他们推开被雪封住的木门后 奇迹出现了 门外赫然立着一匹漆黑的小马军 他们惊呆了 奶奶赶紧为小马军取暖 跟孩子们讲 这小马军的到来 或许就是神给白银宝丽阁的安排 白银宝丽阁兴奋极了 他给小马军取了黑骏马歌谣里的 一个响亮的名字 自从刚嘎拉哈加入了祖孙三人的生活后 日子突然多了很多乐趣 每天当白银宝丽阁和索米亚在山坡上十份归来时 一召唤黑马军 他就会像灵巧的兔子一样 蹦蹦跳跳地躲闪着马连草丛和牛粪堆向他们奔去 夜晚 他们舍不得黑马军在外过夜 总是用软羊毛绳 把它拴在蒙古包里的炉火旁 可就是这么凉小无猜 天真烂漫的日子 却在接下来的某一天里 渐渐地变了味道 青梅竹马的相爱 带我归来 我们结婚吧 那天天起晴朗 白银宝丽阁和索米亚准备正式给刚赶拉哈上庵 就当白银宝丽阁抬头望向朝他跑来的索米亚时 他发现脱去宽大袍子的索米亚身姿竟然是那么曼妙 阳光里的一颦一笑也楚楚动人 白银宝丽阁的心疏得缩了一下 这忽然涌出的滋味就好像 面前这个心肠秀美的姑娘 不是那个和他一起生活了六七年 整日耳病思磨的沙纳了 巴帕 真的今天就齐吗 在白银宝丽阁恍神的时候 索米亚已经凑到了他面前 看着索米亚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白银宝丽阁那种奇怪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情斗初开的白银宝丽阁被这种复杂的情绪弄得无所适从 他和索米亚再也不会在冬夜里一块钻进奶奶的疲惫 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的瞎闹了 再也不会在开着兰花的青草地上滚成一团 争抢一个染红的羊拐骨 也许就是在索米亚向他奔去的那一瞬间 白银宝丽阁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启蒙 他突然明白 原来自己从小渴望成为的男子汉 不仅仅是拥有一匹骏马 还要拥有拥有一个心爱的姑娘 白银宝丽阁独自咀嚼着这些模糊的感受 索米亚似乎也同时悟到了什么 直到有一天 这所有懵懵懂懂的感受被奶奶的一句话戳破了 依我看 索米亚 白银宝丽阁 你们俩就结成夫妻吧 当藏在心底的那点青色 被奶奶那样直白地说出来时 白银宝丽阁和索米亚几乎同时条件反射地 从奶奶怀里跳了出来 飞适地逃掉了 白银宝丽阁骑上黑骏马在草原上狂奔 夜晚清晨璀璨 白银宝丽阁想要那呼啸而过的风 来平静自己扑通扑通剧烈跳动的心 可当她回去时 好不容易平静的心情再次被眼前的一幕激荡起 奶奶竟然把属于男女主人的沾垫位置给她和索米亚流出来了 不过啊 终究这俩人最后都没有用那块沾垫 奶奶的好心撮合 反而叫腼腆的白银宝丽阁和索米亚更加疏远了 他们把内心的感情压抑着 故意不表现出来 直到白银宝丽阁去祈礼参加兽医学习 在送别的路上 他们才重新亲密地待在一起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 白银宝丽阁和索米亚乘着拉有羊毛舵的汽车出发 当车子冲下黑暗的山谷时 习人的秋寒叫索米亚直打哆嗦 白银宝丽阁看到后 赶快解下袍子给索米亚盖上 可索米亚怎么舍得白银宝丽阁受凉呢 于是一件皮袍你推我嗓 正当索米亚着急地双手举着皮袍 扑向白银宝丽阁时 汽车呼的一颠簸 索米亚应声便倒在了白银宝丽阁的怀里 刹那间索米亚冰凉的脸蛋 碰到了白银宝丽阁的脖颈 一直隐忍的白银宝丽阁 顿时像触电般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冲动 抱紧索米亚就狠狠地吻了起来 索米亚 沙纳 沙纳 白银宝丽阁激动地语无伦次 一声声地唤着索米亚的名字 良久 良久 带着不顾一切的吻平息后 白银宝丽阁才发现 自己怀里的索米亚早已泣不成声 汽车驶向了一段流水纵横的戈壁 在马达轰鸣声中 白银宝丽阁捧起索米亚的脸 着急地说 索米亚 你这傻瓜 我早想好了 等我半年回来 我们就结婚 索米亚 啜泣着 用力地点了点头 可是 谁又能想到 这个用青春许下的誓言 永远都实现不了了 自从索米亚送白银宝丽阁去学习后 过了快一年的光阴 白银宝丽阁才回去 她在学习期间表现出色 其序幕局局长说 如果白银宝丽阁愿意 可以推荐她继续深造 这对于草原上的多数青年来说 当然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是白银宝丽阁心里 始终住着一片草原 那里有她的奶奶 有她心爱的姑娘 一想到 能和索米亚每天并肩看日出 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 可是当白银宝丽阁兴奋地回到家时 她突然发现 她一心想取的索米亚变了 她的神情非常古怪 时常迟疑地盯着自己 甚至充满了警惕 过了好几天 白银宝丽阁才明白 索米亚眼神背后的秘密 那是一个傍晚 白银宝丽阁出诊的工作完成后 主人请她喝酒 白银宝丽阁一想到 马上就能和索米亚结婚 喝酒的兴致好得不得了 同样喝到醉醺醺的黄毛希拉 听到白银宝丽阁开心的原因后 坏笑着凑近白银宝丽阁的耳边 说了句悄悄话 当即白银宝丽阁就像被浇了满满一盆冰水 脸色煞变 希拉说 她和索米亚发生关系了 不出意外 索米亚怀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所有血液刷得涌上脑顶 白银宝丽阁气急败坏的 一脚把黄毛踢翻在地 这恶毒又恶心的语言 让白银宝丽阁疯了似的 骑上尴尬拉哈就朝家飞奔 她白银宝丽阁是个男人 她要守护她的爱情 守护她心爱的女人 越想心越乱 此刻她只想赶快见到索米亚 可是就在她撞开家门的一刹那 索米亚尖厉的惊叫声 让她呆住了 索米亚没来得及穿上衣服 隆起的大肚子分外明显 愤怒到几乎要爆炸的白银宝丽阁 真的是要疯了 她不管不顾的拔出蒙古刀 她要去杀了那个糟蹋自己女人的希腊 就在这时听到动静后赶过来的奶奶赶紧阻止 而白银宝丽阁 奶奶平静地说道 希腊也没什么太大的罪过 而且这说明索米亚能生育呀 未尝是件坏事 奶奶这句话 让白银宝丽阁感到震惊又无奈 望着门里这一头银发的老人 白银宝丽阁百感交集 手里的匕首到底是沉重的落在了地上 她转身出门 望着漫天璀璨星辰 白银宝丽阁突然发现 自己和这片草原的牧人是完全不同的 她真的无法容忍这一切 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 她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失去索米亚 所以只要索米亚对她说出原因 只要她肯开口 她就一定会原谅她 可是偏偏索米亚对此只字未提 好巧不巧 白银宝丽阁在一个早晨 再次遇到了黄毛希腊 愤怒一时间冲向脑顶 白银宝丽阁冲上去 就和希腊狠狠地干了一架 身上受了不少伤 白银宝丽阁以为打了那个 让索米亚怀孕的混蛋 就可以让这件事过去 偏偏天不遂人意 当她强撑着伤痛回到家时 眼前的一幕摧毁了 她对两人未来的最后一点向往 索米亚居然正在为她腹中的胎儿 准备婴儿血 那是那个混蛋的孩子呀 索米亚 疼到心底的白银宝丽阁 被胸腔突然涌上的咸色 耿住了喉头 她转过脸 把一口浓血 吐在了草地上 她无法接受这一切 望着帐篷里的奶奶和索米亚 白银宝丽阁 绝望地说 是我该走了 索米亚 索米亚 奶奶 我要走了 这一走 就是九年 重逢仇人的女儿 想要憎恨 却只剩心疼 白银宝丽阁望着满天星辰 这已经是白银乌拉草原的夜晚 沉浸在回忆里的她 加快了寻找索米亚的速度 她骑着刚嘎拉哈 一路打听 最终一个老头告诉她 你问的是大车老板 打瓦仓的老婆吧 她就住在那边 她按照老人指的方向 找到了索米亚的房子 一间临湖的肮脏泥屋 你找谁 一个清脆的女生 在白银宝丽阁背后响起 白银宝丽阁紧张地回过头去 以为是索米亚在叫她 不是索米亚 是索米亚在学校的同事 是林老师 当得知面前的男人是白银宝丽阁后 林老师兴奋地讲到她知道她很多很多事 索米亚经常提起她 她拂了拂眼镜笑着说 真难得呀 我第一次在这儿遇到大学生 而且是我的小奇奇格的亲戚 见白银宝丽阁一脸疑惑的样子 林老师又接着说 怎么 你忘了索米亚姐姐的大女儿吗 已经上二年级了 一直是我的学生 那个奇奇格就是黄毛希腊的孩子 白银宝丽阁怎么会忘记 她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她甚至想 那个孩子该不会也长着一头难看的黄毛吧 但愿她像她的母亲索米亚吧 女性总是比男性要纯洁得多 然后她礼貌性地问道 哦 那孩子应该长得很高了吧 林老师却说 哪里 索米亚姐姐告诉我 这孩子生下来就像一只小猫仔那么小 草原上的人都劝她扔掉养不活的 但是索米亚姐姐的奶奶 坐在门槛上 对着那些人说 住嘴 愚蠢的东西 这是一条命啊 命 我活了七十多岁 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 扔到野草摊上 走吧 你们走开吧 别用你们的脏手碰我的小宝贝 啊 你们的奶奶真好 可惜 我没有机会亲眼见见她 林老师说得激动起来 满脸通红 说着她把白银宝丽格引到泥屋门前 并告诉她 那个正在干活的小姑娘 就是奇奇格 瘦瘦小小的奇奇格 看起来有些拘谨 慢慢地搓着手上黏着的面线 忧郁地望着白银宝丽格 而奇奇格 小心地一句 巴帕 更是让她手足无措 巴帕 我看见了门口拴的黑马 小女孩怯声声地说 妈妈以前说过 我的爸爸会骑着一匹叫 杠杆拉哈的黑骏马来看我们 与心爱的姑娘 久别重逢 一切都变了 门外 响起一阵 风踏的马蹄声 伴着一个 粗嗓门的吆喝 女教师笑道 瞧 是达瓦仓回来了 喂 门外 那个粗嗓的嗓门大声赞叹着 哈哈哈哈 好威风的一匹大黑马呀 随即 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大汉 推开门跨起来 林老师介绍了一番 接着她又说 索米亚帮学校运煤去了 明天才回来 说完 就起身告辞了 索米亚曾对达瓦仓说 白银宝利格是她的哥哥 一看小舅子来了 达瓦仓格外热气 她冲着一旁的奇奇格大喊 奇奇格 愣着干什么 你怎么还不去做饭 等死吗 接着 她又粗鲁的赶走炕上的三个孩子 好让白银宝利格有地方坐 达瓦仓看起来很 开心 她没想到白银宝利格真的会回来看看 她说 她以为城里人都是没心肝 亲娘老子死了都不管的 当晚 达瓦仓和白银宝利格一起吃了晚饭 喝酒喝到了半夜 达瓦仓打着酒格开始对索米亚的晚归骂骂咧咧咧 为了撒气 她把一件皮衣用力地摔到了奇奇格身上 这熏天的酒气 让白银宝利格很不是滋味 达瓦仓说起与索米亚的相遇 她说 一天夜里她赶车 迷迷糊糊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哭声 吓得她浑身打颤 顺着那哭声寻去 竟看到一个女人守着一辆灵车在哭 她于心不忍 便帮这个女人 也就是索米亚 把奶奶运回了山沟 后来她总想起索米亚 越想越觉得她可怜 于是就和索米亚去领了张结婚证 白银宝利格想 如果当初我没有丢下索米亚和奶奶离开草原 那会怎样呢 可惜没有如果 现实就是眼前的一切 就是奶奶死了 索米亚嫁给了一个粗鲁的人 她幻想过无数次 她和索米亚久别重逢的场面 可真当他们再遇见时 一切都不一样了 见到索米亚的时候 她正用力拽着一头牛 她没有哇的一声哭出来 更没有一下子扑进白银宝利格的怀里 索米亚只是平静地说 白银宝利格 我听达瓦仓说你来了 白银宝利格直直地盯着眼前的索米亚 那个她朝思暮想的索米亚 变得比以前粗壮多了 她变得棱角分明 声音音哑哑 说话带着老太婆的口音 时间啊 你到底改变了多少人 多少事啊 夜里 当索米亚一口吹熄灯后 隔着四个孩子和索米亚 躺在一个床上的白银宝利格 忽然感到他们是那么疏远 就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孩子们都睡熟后 白银宝利格终于忍不住 让索米亚说点什么 索米亚的第一句话是 奶奶死了 然后就是良久的沉默 随后白银宝利格开始讲起 自己一个人面对的艰难生活 讲着讲着 泪水止不住的 哗哗的往下流 这是白银宝利格第一次哭 她不知道是在为奶奶哭 还是为自己哭 索米亚低声劝她 别这样 白银宝利格 哪有不死的老人呢 不过最令她心痛的 还是索米亚讲到 关于奇奇格的事 索米亚说 达瓦仓并不喜欢我的这个女儿 去年她喝醉了 打奇奇格还骂她 说她是野狗养的 我没办法就悄悄告诉奇奇格 其实她有一个爸爸 叫白银宝利格 现在正骑着一匹名叫 刚嘎拉哈的黑骏马 在外面的世界闯荡 总有一天 她会骑着那匹黑骏马 来看你的 突然 索米亚无法自意地哭了出来 我以为这一生都不会再见到你了 为什么你不是奇奇格的父亲呢 如果是你 该有多好啊 哪怕你远走高飞 哪怕你今天也不来看我 早已被泪水耿住的 说不出话的白银宝利格呆住了 沉默许久后 她吐出了几个字 我不能够 索米亚 你太美好了 告别索米亚 这草原上的人生啊 白银宝利格 在索米亚的小泥屋里 一共住了五天 自那晚彻夜长谈后 他们便再也没有回顾 那些不堪的往事 索米亚从那天天亮以后 似乎彻底忘却了悲伤 当她来到学校的时候 白银宝利格看见她脸上 满是兴奋的 甚至是喜气洋洋的光彩 她走进那头高贵的黑白花荷兰乳牛 亲切地拍拍她的额头 她洗着衣服 用湿漉漉的手 撩着脸上的伞发 随口和路过的人们说着话 阳光照着她黎色的面颊 和黑黑的眼睛 她显得安详 自信而平静 白银宝利格长久地观察着 索米亚的一举一动 她觉得自己似乎看见了 索米亚过去的日子 也看清了索米亚未来 还要继续度过的生活 临行的前一天 索米亚被学校转为正式工 一桌子人乐呵呵地围在一起 为索米亚庆祝 索米亚羞涩地接受了 别人对她的赞扬 然后待在角落里 茫然地望着屋子里的人 欢乐地吃吃喝喝 白银宝利格 从索米亚松弛的眼神中 竟然看到了怜爱和慈祥 白银宝利格此时才明白 她的沙纳 她的朝霞般的姑娘 像草原上所有的姑娘一样 走完了那条 蜿蜒在草丛里的小路 经历了他们都经历过的快乐 艰难 忍受和侮辱 她已一去不返 草原上又成熟了一个新的女人 正如那首黑骏马的谷歌里唱到的 那骑手最后发现 她在长满了青灰色 艾可草的青青山梁上 找到的那个女人 原来并不是她寻找的妹妹 一个不是千百寻回不已的悬念 都结束了 离别的那个清晨 在雾癌里 害怕又伤感的白银宝利格 说完再见吧 索米亚 就奋力跃上了马背 巴怕 突然间 索米亚汉人肺腑地喊了出来 她赶上前气喘吁吁地说 你以后有了孩子 送到我这儿 我给你养大 我不能再生了 可我受不了 我就想有个婴儿抱着 白银宝利格震惊地听着索米亚的表白 就在那一刹那间 她想起了已逝的奶奶 就像她的父亲当年把她托付给奶奶一样 如果白银宝利格将来能有一个儿子 她一定会把孩子托付给索米亚 但是她绝不会像父亲那样简单和不负责任 她要和索米亚一块儿 拿出他们全部的力量 让后代得到更多的幸福 当白银宝利格再次低唱完黑骏马时 她滚安下马 悄悄地亲吻起那片苦涩的草地 悄悄地哭了 她要把已成过去的一切都倾洒于此 然后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 就像谷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